就是換季 我的那個 額頭粉是超多的 這邊也太粗了吧 誒誒誒 誇張誒 這邊很滑 很細誒 Hi 我是Ray 今天要跟大家推薦的是 朵錫的杏仁酸精華 其實我剛開始收到的時候是試用 但是我使用兩週之後 我真的有覺得我皮膚變得很平滑 真的 摸起來都有感覺 這邊 是我兩週前使用的第一天 今天是要來試試杏仁酸的第一天 就是換季 我的那個 額頭粉是超多的 一次吸就是這樣 一管就這樣 很水誒 其實它是全臉都可以擦的 但是因為我的臉非常容易泛紅 然後又容易過敏 所以我先試試看T字部位這邊 18%的 然後我想要18%的來試試看手肘 塗這一手 我本身膚質是很少長那種大痘痘的 但是粉刺長得非常猖狂 就是你有沒有看到我那個 兩週前的使用的第一天 那個這邊皮膚有多差 你有沒有看到 就是那個大粉刺已經有一點點 差點要爆出變痘痘了 然後我就這樣持續的在這邊 整個額頭跟我的鼻子 鼻翼這邊 還有下巴這裡 我都有塗上 那這個是我10%的使用方式 我本身是屬於比較容易敏感泛紅的 但是18%呢 我就是想說實驗家精神 我也要來用用看 18%會有什麼效果 我就這樣子 這樣直接插在我的左手這邊 那使用到第三第四天的時候 我有拍照紀錄 就是它這一圈就開始有脫皮的現象 那其實脫皮現象呢 它就有點像是一個換膚的過程 它是一個正常的皮膚代謝功能 使用兩週下來呢 它的脫皮現象漸漸的就會好一些 然後來來來你摸看 你會摸到一個分界點 哇 哇 這邊也太粗了吧 欸欸欸 你是不是應該 你是不是放錯重點 Sorry 應該是要 這邊也太細了吧 這邊真的太細緻了 造成我覺得這裡很粗 喔 對 你真的是很不會聊天 這邊呢 這邊呢 這邊是沒有塗的 哇 我要兩邊一起摸 這邊是沒有塗的 誇張欸 這邊很滑很細欸 是不是很滑很細 對 你真的是會有感受到它的不同之處 其實呢 杏仁酸它是非常溫和的裹栓 如果你想要嘗試的話 我會建議說 你在你的日常保養裡面 你就化妝水之後的這個步驟 等於是它就代替了你的精華 然後再上保濕乳液 或者是面霜就可以了 所以你自己在使用的時候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酸類 你也想要嘗試看看的話 其實你可以先使用在耳後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耳後相對於臉來講 它是最靠近 但是你也可以測試看看 是不是會造成你的肌膚敏感的現象的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先使用在這個地方 再去選擇你所可以使用的濃度 其實它是可以全臉使用的 只要你避開眼周 一定要避開眼周 因為眼周的肌膚相對來講 是稍微比較脆弱一點的 所以你可以選擇你要全臉使用 還是你要像我一樣 在很容易長粉刺的地方 局部做使用 杏仁酸它對於換膚的過程 是一個很溫和的代謝 所以它不是那種物理性的 顆粒性的去角質 它會達到一種去角質換膚的效果 然後幫助你減少你的粉刺 所以這樣用下來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我皮膚算是 最近顧得很不錯 現在就卸妝給你看 好啦以上就是我對於杏仁酸的一些使用心得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週見囉 Goodbye 你有沒有覺得我皮膚算是最近顧得很不錯 還行吧 我覺得很OK OK吧 Goodbye